哈喽前两周去南岛来了个三天两晚的短期旅行啊 主要是因为这个机票已经数次延期至今两年多的时间了 实在是懒得延下去了 干脆给用了吧 一大早的飞机四点多就往机场赶 早餐没得选只有麦当劳 相比疫情之前啊 机场真的很冷清 当然啊时间太早也是个原因 登机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啊 我们很久没有坐飞机旅行了 还有点小兴奋 从奥克兰到皇后镇很快啊 每次在中途可以看到著名的塔拉纳机山 冬春季节有雪更漂亮 现在看起来黑乎乎的 当飞机下降高度看到绵延群山的时候 说明皇后镇马上就要到了 我每次来皇后镇都会在这一段目不转睛的看着窗外 很喜欢在飞机上俯瞰山川河流 非常的漂亮 飞机在隐藏于群山之中的皇后镇机场缓缓降落 那除了停机坪啊 每次这两位都要站在机场的糖果店门前行注目里 当然现在还不能买 先缠一缠他们 买糖果将成为这次旅行的激励手段之一 出了机场 租车公司接我们去拿车 顺利的拿上车以后啊 第一站当然先去皇后镇中心随便逛逛 这两棵在皇后镇地区法院外 出立的巨大红山啊 Y号Trees of Justice 正义之处 已经有将近150年的树林了 中心商业街上真的相当冷清了 跟疫情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普卡基湖的水依然清澈 水鸟依旧悠闲 玩水上项目的人还挺多的 别的我都不感兴趣 下次我想飞飞这个降落伞 这娘三在每次来都要坐得 摇椅上晃一晃 悠闲的看看风景 现在天气真的很热啊 湖边大部分人都在树下乘凉 小风一吹啊 舒服的想睡觉 逛了半天还不到午饭的时间 现在随便看看中午吃什么 这家70块钱三道菜的单人套餐 叫做香信厨师 湖边会唱歌的狗狗这会儿刚开始营业啊 嗷嗷的非常好 不到12点很多餐厅都还没有营业啊 小朋友说想吃寿司 那就吃呗 吃完寿司去饼干店转一转 刚才看着有人拿着他家的饮料挺馋的 我们也搞一杯来解解暑 哎呦妈呀 这个厚甜厚甜的呀 我只能喝一口 吃完饭我们就要出发了 哎呀路边垃圾桶上这个啤酒是谁放的 不会是在塔雕下面捡的吧 我们现在开车去今天的目的地啊 新西兰的水果之乡Chromewell 但这条路啊是去湖畔小镇Wanaka的 不为别的啊 这条七连发夹湾的山路 每次来都要开一段 就为了好玩啊 不过要注意安全 我们刚好看到一个妹子 出了轻微的寡层事故 还好问题不大 到了山顶啊 这里有个小的观景台 哎呀还是有雪的时候更好看 现在都是焦黄一片 下山继续往前开不远 就是非常有名的皇后镇蹦极了 很多往上蹦极的名场面都是在这里 今天啊 看别人蹦下就行了 这里的蹦极不仅刺激 而且景色确实很美 一路两边到处都是风景啊 但是看风景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 这边本地人开车都相当的猛啊 我前面这辆大卡车开的跟头蚊子低一样 来难道旅游对路况不熟开的慢的话 可以适当的靠边 嚷嚷后面的车 从皇后镇到Chromewell不算太远 即便中途休息一下眼睛 一个小时多一点也就开到了 到了Chromewell的外围啊 我们先去摘樱桃 这条路的两边全都是樱桃园 那我们去的这家樱桃园 是唯一能够摘白樱桃品种的地方 这个品种最好吃了 口味清甜不腻 汁水很足 缺点就是太嫩了不禁放 那因为今天摘樱桃的工人进不来啊 大量的果子都挂在树上没人摘 那果园门口的招工招牌啊 摘樱桃26块5一个小时 还有假期工资等等各种正常的福利待遇 那最好的樱桃一般都挂在高高的树间上 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爬高点去摘 看这一嘟噜一嘟噜的像宝石一样 摘完了白的继续摘点红的 每样摘了两公斤 够我们这几天在路上吃的就行了 这个樱桃园的狗子看起来很悠闲对吧 对了这里的冰淇淋挺好吃的 一定要买 从樱桃园出来继续往前 开个两分钟的样子 看到巨大的水果雕塑就是Chromewell到了 那正中心不大呀 依稀还有圣诞节的痕迹 那餐馆呀 基本都在中心的这条商业街上面 那些酒吧呀西餐厅人还挺多的 看了半天 我们还是选择吃近似中餐口味的泰餐吧 这Chromewell的这个泰国菜 就是说饿的时候这个吃不会觉得难吃 但是如果这个水瓶放到奥克兰去的话 可能这个管子开不下去的 吃完了饭天色未晚 我们跑到旁边的小公园转一转 这个树上的松塔有三个拳头那么大 应该是结松子的 我跟小朋友玩一玩游乐设施呢 然后就回旅馆休息了 西餐没有到怎么吃 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给钱 吃你几个烂西馆 好甜呀 那今天的旅程呢就结束了 明天继续 拜拜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感谢观看